下面一个问题 是有一位蒋经法师说有鬼附身 由140多个鬼来听进 并要求皈依佛法 于是在地藏菩萨向前 说供了老法师签名的空白皈依阵 法名也是妙音 请问是否如法 如法不如法不再行事 在你的真诚心 这就是古人常讲的 臣子灵 你拿着空白皈依症给他做皈依 你有真诚心 他就灵 这个附身的灵鬼 他就得受用 如果没有真诚心 很草率 也没有礼貌 很草率 这就不理 感应力量就很小 所以这个就是金教里 给我们讲的原则 一切法从心相生 注意好好记住这一句 一切法从心相生 沉这里 现在鬼神来听进 比人的数量还多 这个事情我们遇到很多次